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社区张大爷,是一位非常和矮可亲的老人 身体硬朗,精神头好 看上去就像六十出头的年轻老人一样 富有活力,张大爷 非常喜欢和小区里的孩子打招呼 谁家饭点找不到孩子了 去张大爷家一瞧,保准在那儿 孩子们也非常喜欢和张大爷玩 他们觉得张大爷就是最要好的朋友 一向与张大爷热情开朗的孩子们 最近几天,却总是刻意地躲着张大爷 想要抱抱孩子时 孩子也总是拼命地挣扎开 这样的举动,让张大爷内心无比的疑惑 难道孩子讨厌自己了吗? 仔细询问才知道 孩子们之所以不愿意接近张大爷 并不是讨厌张大爷 而是觉得张大爷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有个孩子说 张爷爷身上的味道太难闻了 如果他可以洗洗澡 没有胃的话就好了 听到这句话后 张大爷深感无奈 明明自己每天都会洗澡 为什么身上还是有一股胃呢? 为此张大爷还特地去医院检查 害怕自己得了皮肤疾病 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后发现 张大爷身体非常的健康 没有患任何病 导致张大爷身上怪味难产的原因 竟是老人味 一、老人味的原因已找到 老年人身上的味道 又被称为老人味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大约每位老人的身上 总会有一股难产的味道 这种味道说不上来难闻 但就是令人不想靠近 针对这一问题 各国专家曾做出过相关研究 最终总结 老人味产生的原因 全是因为人吸权 人吸权是皮肤代谢后的产物 人体的皮肤 每隔28天 会进行一次生长代谢 28天左右的时间 人体的皮肤表面 就会脱落出较多的碎屑 由于老年人腿脚不利索 不能经常更换衣物 勤洗澡的原因 当皮肤碎屑脱落后 未能及时清洗 碎屑与衣物长时间摩擦 就会产生一股难闻的气味 老年人因为接触代谢率差的原因 自身分泌的人吸权数量较多 外加老年人不注重口腔清洁 经常摄入过多油腻食物 就会使口臭口干的问题加重 从而增加老年人身上异味的产生 除此之外 身上出现老人味 还有可能是疾病信号 1.糖尿病 糖尿病这种疾病 在老年人群体 是比较高发的 如果得了糖尿病 就会在口腔里 有一种烂苹果味道 而且糖尿病这种疾病 还会影响到人的皮肤 会让皮肤干燥臊痒 不经常洗澡 或者控制不好血糖 这种问题就会更加明显 更加地突出 2.肠胃功能出现问题 有一些老年人 之所以气味不好 是因为肠胃功能出现问题 不仅有便秘的问题 还有口臭的问题 还会放屁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 就会导致老年人身上 有难闻气味 随着年纪的增长 身体的各项机能 会有所衰退 肠胃功能不好 要多加调理 二.医生提醒 40岁后要少碰这些东西 老了也能没胃 一.少吃红肉类食物 红肉是营养学上的词 指的是在烹饪前 呈现红色的肉 如猪肉 牛肉 羊肉 鹿肉 兔肉等等 所有哺乳动物的肉 都是红肉 红肉中含有很高的饱和脂肪 研究表明 红肉吃得过多 摄入饱和脂肪过多 代谢产生意味相对较大 同时红肉类过多吃 可能会诱发癌症 因此 40岁以上的人 需要少吃红肉 二.少吃油炸食物 很多老人喜欢吃油炸食物和加工食品 但是睡眠和运动却很不足等 这样会造成皮脂腺分泌和脂肪增加 久而久之 会在血管中堆积胆固醇 导致身体出现异味 三.少吃含盐多的食物 人在40岁以后 口味会慢慢发生改变 有些人口味变得更重了 烹饪食物时 喜欢放很多的盐 人体摄入太多的盐分 会导致渗透压不平衡 容易导致高血压 还会导致人体出现代谢紊乱 代谢能力下降 让细菌在皮肤表面生长繁殖 从而出现老人味 四.少吃含糖高的食物 如果家里有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 你可能就会闻到 它身上会有一股异味 这是因为糖分进入人体后 不能被胰岛素分解 导致糖分无法被人体利用 引起人体代谢失常 所以人到中年后 少吃含糖高的食物 以免导致高血糖 糖尿病 二.坚持做好三件事 再老也没臭味 要清淡饮食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也是导致老人味产生的主要原因 老年人想要远离身上异味的 平时的饮食 请尽量以清淡为主 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 高油高盐的饮食 会增加内脏器官的负担 也会导致身体分泌特殊的蛋白尿 增加异味的形成 清淡的饮食 能够有效减轻蛋白尿的生成 远离老人味 最重要的是多吃蔬果 这样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 预防和改善老年便秘的情况 从而增强代谢 降低老年味的产生 饮食方面要以清淡为主 肉类食物会导致身体脂肪氧化 加重身体异味 所以不可多吃 再者 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的食物 也要适当多吃 与此同时 消化不良会加重异味 老年人日常可以多吞咽口水 唾液中的淀粉酶有助于消化 溶菌酶也能杀死细菌 二控制血糖 高血糖现已成为困扰老年人的一大难题 血糖持续升高 胃能及时稳定 会诱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 也会导致老年人体内糖分堆积过多 无法代谢排出 影响血流加重老人味的生成 老年人想要身体健康 远离老人味 一定要学会如何正确控制血糖 根据医生的指导 按时服用降糖药物 密切监测血糖数据的变化 三多喝水 随着生命之源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基础代谢率逐渐下降 老年人平时一定要养成多喝水的好习惯 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的水 多喝水 能够加速体内毒素垃圾的排出 减轻肝脏负担 预防心血管疾病